大家好 巴拿马运河文明世界 我们现在来到供游客参观的船长 在售票处购买了门票 每人10美元 然后就排队一批批的进入观看台 这就是船长 据介绍早上船是从左边的太平洋 开到右边的大西洋方向 下午是从右边的大西洋方向 开往左边的太平洋方向 我们是下午来的 正好看见右边过来的一艘大船 正慢慢的行驶进船长 现在你看 继续向前 所以它还怕碰到这个边 所以它是靠两个脚踏 前面是 前面四个 后面还有两个 所以保持它这个左右 不要偏得太匀 所以它有这个揽绳 这个揽绳呢 保护着船不要碰到这个 碰到渣 下面边看船 我来问问老公有关巴拿马的历史 第一个问题是 巴拿马运河是谁建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巴拿马运河 当然是美国人建的 最早是法国人在建 法国人先建了苏伊士运河 然后他觉得这个运河很好建 因为更短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工程上的问题 和劳工的高死亡率 所以提供了 为什么说是工程上的问题呢 因为他开始认为 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平面是一样高 实际上的不一样高 因为他想 原来是想开 决一条海平的运河 但是呢 太平洋比大西洋高五六米 所以这个呢 就产生问题了 法国人呢 是1881年开始建 四年之后呢 就停工了 因为公司倒闭了 法国呢 是公司运作的 美国呢 是美国政府接收的 就是买下了这个建设权 那么美国呢 从1904年开始 开始建设 十年之后就建成了 那为什么要建巴拿马玉河呢 原来轮船呢 要想从太平洋去大西洋的话呢 它要绕到阿根廷最南端 那么最南端呢 就是离南极很近了 那么那块有两个海峡 都是比较危险 因为靠近南极了 比如二战的时候呢 美国呢 是用运河呢 将航空母舰 从大西洋 转移到太平洋 因为太平洋 跟日军发生战争以后呢 美国的这个 军舰损失比较严重 所以巴拿马运河 对美国来说 就非常重要 那过巴拿马运河 肯定要收费的吧 当然了 现在巴拿马运河 收的钱呢 是巴拿马 国家税收的 最重要的部分 收费呢 它是取决于 船只的大小 种类和大载货物的类型 你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游轮 也就是客轮 那么客轮呢 它是按照铺位来收钱 就是说 没有使用的铺位呢 大概是110 美元一个 然后呢 是使用的铺位的话 是138美元 这是几年前的价格 那么最贵的一次收呢 是一个挪威明珠号 交钱最多 是交了三十七万五千多美元的费用 那这个小船 要收多少钱呢 游艇呢 是这样的 就是不超过五十英尺的 它就收一个八百美元的费用 所以呢 就是玩这个小船的人呢 实际上费用也挺高的 八百也不是个小数字 最便宜的一次呢 是游泳游过去的 但是美国人在 1928年创造历史 它交了三十六美元 那什么船 都可以通过八南马运河吗 不是 它已经限定 船太大还是过不去 那么现在最大的游轮呢 比如十五万吨呢 它就过不去了 货柜也过不去了 那么还有呢 就是美国海局的核动力航母 比如迷你自己的航母呢 它只有三百三十米长 但是呢 它那个甲板呢 这个飞行的这个甲板呢 有七十六米宽 那么 这个呢 就影响了这个 郭船长 因为船长这附近是有建筑的 你可以看到 左侧这个白色的一个房子 那就是挡住了 所以它就过不去了 巴拿马运河是谁来管理呢 巴拿马运河呢 因为是美国政府建的嘛 所以呢 美国政府呢 从1903年到1979年期间呢 这个巴拿马运河区呢 都是美国的租界地 意思就是说 美国呢 是行使这个主权在那 直到1999年呢 最后一天呢 美国政府把巴拿马运河 正式移交给巴拿马政府 在运河主权移交之前呢 巴拿马政府呢 发布了运河两端集装箱码头的 25年运营权招标 最后呢 香港的李嘉诚呢 有个中标了 也就是李嘉诚的合计黄埔 在运营集装箱码头 大家都知道呢 1997年呢 让香港回归中国大陆 当时呢 西方呢就非常紧张 怕大陆政府呢 通过香港来控制巴拿马运河 那美国和巴拿马的关系怎么样呢 美国跟巴拿马的关系当然很铁了 因为巴拿马是在美国的帮助下独立的 它从哥伦比亚努力出来 但是呢 1989年的时候呢 美国和巴拿马打了一仗 为什么打一仗呢 当时的巴拿马的实际的领导人呢 是个独裁者 他想提前拿回运河权 他放话说 你不给我的话呢 我就把巴拿马运河给毁了 所以老布什总统呢 就派军队去 镇压他 美国出动的部队呢 当时是巴拿马运河区域有驻军 那么另外从美国国内又派了军队去 那么很著名的一个呢 是第82空降师参加战斗 82空降师最近呢 这个 露了一个大脸 也就是在阿富汗车子当中 去保护机场 那么最后82空降师的市长呢 是最后一个上飞机 离开了阿富汗国际机场 战争的结果呢 是总统投降了 然后美军呢 把他押解到弗洛达受审 巴拿马运河还有这么丰富的历史 你介绍的真棒 跟聊边看 不知不觉有两艘大船通过了扎门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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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